故事开始的时候,我正在忙着找工作,就像其他所有的应届毕业生一样,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专业的缘故,总是不太顺利。 就在这个时候,我收到了一封署名是爷爷的信,信里只有短短几句话,一个地址和一把钥匙,爷爷说那就是他留给我的古董修复行。 按照地址找到那家店的时候,我还没意识到,这一切会是多少奇妙机遇的开端,又会揭开多少无人触碰过的真实幻想。